大家好 我是韓威 珍珍菇 韓國的珍珍菇 我呢快要住在台灣 6年了 那跟以前的我 最大的差別就是 那我想了想想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都是因為台灣 太多好吃的東西了 台灣的小吃真的是 太多選擇了 真的是 所以今天呢 要邊慶祝在台 6年 邊更新統整我的 咕咕頭帶名單 所以如果你是 很愛吃小吃的人 或者是外國人的話 你跟著我的行程 就沒錯 然後今天呢 會有一個好朋友 會陪伴我吃美道美食 就是 你們看今年的巴比爾呢 出了期間限定 大台灣小吃罐 他們想要力挺台灣小吃 所以把台灣小吃 放到罐子上了 分別代表 八種我超愛的在地人氣小吃 四種經典佐料 所以呢 我今天要使用 爸的這個瓶罐來抽籤 然後抽到什麼小吃 我就要吃那個小吃 今天要跟著巴比爾一起 台北撞起來 台北撞一下 耶 好 那我抽囉 這個 臭豆腐啊 為什麼第一個是抽豆腐 今天在大樂天正中午呢 我們來到一間 牛越時報有報導過的 臭豆腐店 牛越時報耶 天啊 進去 進去 進來完全是 臭豆腐的歐巴 超臭的 Oh my God 臭豆腐原來長這樣子 這是你自己做的嗎 全部都是自己做 從黃豆開始做 厲害厲害 還有這個照牌 這就是臭到紐約去的 代季臭豆腐 這個臭豆腐是 綠色的耶 大家不是黃色的 天啊 到底是多臭啊 有點皮蛋的味道 聽說這個是十二級 然後老闆娘說 這個為什麼這麼綠呢 因為他們是用 拼染的方式去發酵的 我現在有一點充足到 用這個來調和一下這個味道 Bubbeer救救我 療癒的聲音 超清爽的 下一個 這是涼拌臭豆腐 聽說是全台灣第一家 做涼拌臭豆腐 這是十三級 給大家看裏面 這要吃過菜 首先呢 這個我真的還OK 但是這個呢 它的口感 這種感覺 想要吃真的是超臭的 全台北 最臭的臭豆腐 你就再吃這個就對了 嗯 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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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鹽酥雞的話 我最愛吃鹽的了 因為它的鹽酥雞會加很多 蔥 蒜 我點了鹽酥雞還有魷魚 天不辣 跟剛剛之前的筆 喔這個太幸福了 好香 超喜歡吃 特別是晚上的時候當宵夜配啤酒 Bubbeer也有鹽酥雞的圖案 你看超可愛的 然後再配這個 佐料的部分 蔥蒜 很可愛喔 嗯 嗯 啊 炸的 配啤酒真的是一百分 甜不辣 嗯 喔今天太享受了吧 這是合法的喝酒的天 你看我現在的吃法就是要呈現他們的小草絲 好 好滷肉飯 聽說這一間真的超好吃 天天麗美食房 來 滷肉飯加一個蛋真的是超爽的耶 嗯 好好吃喔 它就是有一點有燒烤的香氣 所以更好吃的感覺 還滿像韓國的炸醬的味道 然後再配剛剛演示機後面的 滷肉飯圖案 要一起喝嗎 快點去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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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間西門店的路邊湯 你看 它的大腸跟小包這個 大腸小腸 白色跟這個 一模一樣的大小耶 哇哦 這個醬看起來超級凶 好 來吃吃看 好 吃小口一點啦 不知道是水發雲的這個 但真的蠻厲害的 它又好吃又很飽 很棒的台灣小吃 那個香腸跟啤酒真的超配的 超清爽又很解膩 大家你看這個豬血糕很像冰棒的感覺 很豐盛的感覺 但是這個只要20塊耶 很便宜耶 我來吃吃看 但其實我不太敢吃豬血糕 好吃 因為我有涂一點辣醬 所以它比較不會那麼不習慣吃 目前去的東區西區 然後現在中區 真的是很多台灣道地的小吃 來 喝一罐 也蠻配的耶 台灣人會這樣吃嗎 不太會 聽說這裡呢 以前非常非常繁榮的街頭 現在變成一個老台北的感覺 就有很多批發商啊 還有一些 去品店 好 我們來到北車旁邊的寧夏夜市 聽說這邊有 很好吃的烤魷魚 我通常吃烤魚都是在淡水吃的 聽說這邊也有很好吃的烤魷魚 我們來去找找看 可不可以休息一下 我好飽喔 休息一下再進去啊 大家我真的要找那個烤魷魚店 我會做這個賣的 但是真的找不到 但是我又不想要推薦給大家 普通的烤魷魚 所以我決定打破規則 做這個遊戲的 就是我按規則 在我手上 改買這個東山鴨頭 這個也超多人排隊 现在要等30分钟 好 我买了东山鸭头 其实我在台湾小吃里面 算不太敢吃的小吃就是东山鸭头了 因为它真的长得有点金啊 东山鸭头就是一朵黑黑的 然后很多都是我平常不会吃的东西 像是鸭头 鸭舌 Oh my god 如果你是外国人 你看得出来这个是鸭舌吗 今天呢我鼓起勇气 按照他怎么吃啊 换来吃这个鸭脖子 这个就可以接受 很像肉干 我比较喜欢盐酥鸡 我们也可以配配看巴比尔 超爽的一整天都在喝啤酒 我觉得配啤酒比较好吃 因为酱油的味道蛮重的 用这个来中和的感觉 最后一站 终于站到最后一站了 就是北部的士林夜市 太饱了 你看我的肚子 快要爆了耶 我们要在这里找找 刚刚没有吃到的烤鱿鱼 然后这里也有一间 我觉得蛮好吃的鵝鱼煎 我们来吃吃吧 然后现在要来吃鱿鱼了 你看这个鱿鱼 鱿鱼 鱿鱿鱿鱼真的是 哪一间都觉得蛮好吃的 像韩国的话 通常都是在石头上面烤 所以比较没有这种酱料 我们会把烤好的鱿鱼 有魷魚圖案的啤酒 好好玩喔 那現在很開心 只剩最後一道了 就是Lokjin Let's go 這一間雖然老闆有點兇 但我覺得還是蠻好吃的 可以來吃吃看 你看這個甜辣醬 酥酥的蚵仔煎 炭炭的超好吃 我覺得它的醬真的是正點耶 它其實有很多蚵仔 但我個人不太敢吃蚵仔 給攝影師吃囉 攝影師吃 攝影師吃 哈哈哈哈 冰流汗 吃這種燙的小吃 真的超爽的 感覺一下 而且不覺得它的圖案真的很可愛嗎 我覺得蚵仔煎的圖案是最可愛的 韓國也其實有蚵仔煎 但是跟這個完全不一樣 大家應該有看過我以前的影片吧 如果你是外國人的話 我真的一定要吃吃看這個台灣的經典小吃 蚵仔煎 總算上了一圈台北 今天這樣子一路以來 我覺得最好吃的是蚵仔煎 然後大家一定要試試看的就是那個臭豆腐 大家一定也要吃吃看 可以帶一罐啤酒去 所以那個姊姊說可以帶啤酒來 不能只有我一個人吃到這個味道 觀眾會員 都是你 台灣的小吃配啤酒 真的是超級超級好喝 絕配 我覺得巴比爾真的是啤酒裡面的好選 因為它不太會那麼苦 我相信很多女生們也應該會蠻喜歡的 口味也超級清爽 所以真的推薦給大家喝喝看 所以呢大家如果對巴比爾有興趣 然後想要再瞭解巴比爾呢 今天就是實體活動的第一天 然後聽說呢實體活動會有全台首創 迴轉收拾吧 會有五種道地的小吃配巴比爾 還有很多小遊戲可以玩 在現場可以喝喝看巴比爾 重點是我也會去 還可以看到我 哈哈 我們一起乾杯 此外呢巴比爾的拉環呢後面會有序號 大家可以進入活動的網站 就可以參加抽獎活動 好那今天的影片到解決了 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大家想要吃台灣小吃的話 就跟著我的行程 繞一千台北 撞起來 好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從中午吃到現在快11點了 可以邊吃邊喝超爽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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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